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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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起來要來個明星的婚姻生活 好適合小S喔 好適合我啊 不是要叫老夫少妻嗎 我老公也不算老吧 我跟你講 差幾歲算老夫少妻 我覺得要差到15歲以上才算 所以剛好跳過妳的那個界線 沒有 因為我剛剛中國人講說 夫妻之間差8歲是最好的 為什麼 我不知道 講得差有介紹 長輩總是我有些這種 你知道莫名其妙的斷語喔 15才算老夫少妻啊 15以上才算 那我不知道我們今天的明星算不算了 我們歡迎今天的兩位男主角呢 我們是宋航欽還有詩恨 安慰好 歡迎老師 鳳姐 S姐 大家好 所以詩恨你跟夫人 你比夫人大幾歲 我比她也虛長幾歲了 差不多14吧 14 老夫少妻 對啊 你說15才老夫少妻 你說15啊 14跟15有差嗎 有差 差一歲的變化很大 你看那外國戰爭 就差一年你看看 戰與不戰爭的一年了 對不對 老男人最喜歡講這種 是吧 宋航欽 張欽你比夫人大幾歲 10歲 10歲還好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差10歲而已啊 對啊 10歲好啊 10歲跟8歲是最好的啊 為什麼... 為什麼 8歲發嘛 發發發發 10歲發死發死 你看多好呢 發到死 誰不想發到死 只是因為什麼無聊的協議 你看666多好 所以沒有什麼很深刻的學問 在裡面嗎 其實沒有就是發 發是一個吉祥數嘛 八嘛 發發發發 就這個意思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很難想到許晨 下班後會安靜 所以你說你回到家之後 不會這樣逗你太太嗎 我回到家以後 都是我太太在逗我比較多 因為太太在家 跟小孩悶了一天以後 說實在他也滿無聊 我一回去以後 我說實在滿累的 結果話最多人是他 他老婆倒是有公開的發表 說他跟他老公很久沒有 做那一檔事 28個月 對啦 因為... 那是兩年半左右 其實28個月是有點太長了 講得有點誇張了 但沒有那麼久了 那是因為他懷孕那段時間 我很忙嘛 我在忙著拍的友台 他懷孕兩年半喔 不是 懷孕兩年半是腰狂的 我說懷孕那段時間 剛好我在拍一男王 所以也沒時間 然後他懷孕也... 也不太方便做那件事情 等到小孩生下來的時候 我還是在拍一男王 然後就是他又要帶那個小孩 所以你要知道 那個小孩就睡在我們中間 中間有個小孩子 你說要辦那件事情 講真的 兩位男主角的那個夫人前來了 不過他們出場之前 我們要做一件測試齁 這個測試就是 我們先請教他們兩位 到底對他們的太太 可能最熟悉 最有把握 或者最喜歡的是哪一個部位 夫妻之間真的有這件事嗎 談得上某個部位嗎 我覺得可以 會啦 所以妳先生如果摸妳的什麼 就會認出來是妳 他常常會看著我的臉說 怎麼那麼嘟嘟嘟啊 就說我臉這邊很嘟 所以如果拿別的女生來冒充妳 他閉著眼睛的話 他會摸得出來是妳 我覺得男生沒有那麼敏銳 好 那如果沒有摸出來 是妳的時候 太太會生氣嗎 我會不爽 真的喔 因為就妳口口是說我... 就枉費妳 對 這邊講得我這邊多美多棒 結果妳根本就摸不出來啊 所以生花青 用來辨認妳夫人的部位 理想中會是哪一個部位 跟胸部啊 真的假的 臉部跟胸部 你這樣不是為難我們製作單位嗎 對 可以啦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 因為我們必須要講 夫妻在一起 他不是只看妳好嘟嘟 妳怎麼那麼嘟啊 給妳看嘟的女人多的是來嘟 那我問妳胸部 妳可以分出什麼差別 當然可以啊 一大一小嗎 不用 還是兩個...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女生 會一大一小 那我老婆是平均的 所以我知道 所以夏青兄如果 排除胸部之外 臉部的話有特殊的 哪一個五官是比較... 因為她跟我一樣 其實我們的牙齒 我不知道 真的 牙齒 我們的牙齒 就屬於叫二級咬合 就有一點爆 爆牙 對...有一點點 這樣講對夫人好嗎 OK 因為我喜歡的 就是因為她的 她另外兩個小狐牙 她笑起來很可愛 她笑起來之後 這邊還會有兩塊肉 所以我這樣整個臉是笑的這樣 所以你等一下一摸牙齒 其實就知道了對不對 那就要測試一下 你剛剛畫長這麼滿 對 辨認你夫人的部位 是哪一個部位的 應該是嘴巴跟鼻子 她嘴巴有什麼特別嗎 因為她嘴巴很小 小小的 她嘴巴很小 然後鼻子很大 所以呢 我就要隨便一摸 或是她直接親我 大概就知道是不是她 可是你眼睛蒙住之後 你還能夠認得出來 一個女生的嘴巴小不小嗎 可以喔 因為她嘴巴滿特別的喔 宋賢 我們要先測試你囉 請你把那個眼罩戴上好嗎 S要不要過去確認一下 好像在玩恐怖箱 來了 我帶你過去 你的測試好賴喔 你有什麼比較有學問的測試法嗎 好了...把主角帶過來 小心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那個 被測試物有三樣嘛對不對 對 好 來 電梯門打開吧 接下來宋少卿必須以摸臉的方式 從這三位女生當中 找出自己的老婆 她會成功嗎 我們現在摸第一位喔 對 妳可以先從胸部先摸嗎 小心... 好 這邊是她的臉 請開始摸 你不是說牙齒 你在那邊... 她在摸腮棒子跟什麼 我看看我是不是可以不靠... 不靠牙齒就已經出來對不對 對 第一位塞棒子摸過了喔 來 下一位來把手引倒過來 好 這邊 這三位臉型有點像吧 很像 對啊 而且身高都一樣 可是如果講牙齒是一看 就看得出來 而且最厲害是她摸到自己老婆 她還不知道喔 為什麼都一樣 所以我剛剛以為我摸第一個 我覺得不可能是第一個 為什麼 就是有那個感覺 感覺喔 對 可是... 三個一摸都一樣 對 三個一摸以後 那我看她可能要弄一下嘴了 對不對 牙齒 好 好 來 首先牙齒在失敗的話 對不起喔... 有嗎 有摸到了喔 好 對不起喔... 對不起 來 跟自己老婆對不起 這才好玩 她不是摸牙齒 她的牙齒長得好怪喔 往下就是... 她只要隔著嘴唇摸嗎 對 我跟妳講 因為如果爆牙那邊會鼓起來 你是不是偷看得到啊 對不起... 哥 這嘴唇摸得出來嗎 摸得出來 虎牙摸得出來 好...來 宋先生 怎麼樣 沒感覺嗎 沒有 因為我剛剛摸得很輕 哎呀 摸了兩次 宋少奇 你還是一點捕傻傻的樣子 你真的猜得出來嗎 三個 我覺得 二號或三號 什麼叫二號或三號 先把一排除掉對不對 對... 一不太像 那這樣二跟三 讓他們露齒微笑 你直接摸牙齒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對不對 好不好 這就可以 好 現在是二號的那個嘴巴 它有露齒微笑囉 妳就要不要直接摸一下牙齒 你跟妳太太熟嗎 我很替妳擔心耶 我不見妳耶 妳居然說第一位不是妳太太 妳真的完蛋了妳 妳要不要再摸一下第一位 摸出來了嗎... 摸出來了嗎 前面兩位 對不起喔 老婆 妳應該是三號吧 好 眼罩拿下來 答對了 對 很厲害 真的令人欣慰耶 天啊 比甜蜜的招牌虎牙 讓宋少卿認出來的談小事 據說兩人仍在熱戀齊 她可是宋少卿心目中 最完美的情人喔 他們兩位的牙齒 真的就是很整齊 是平的 OK 以胸部來講的話 好像夫人是最厲害的耶 她T恤好繃 什麼T恤好繃 是因為那個女生的眼睛太凸了 所以你剛剛是有講胸部的啊 對啊 好 我們要送走兩位模特兒 然後留下夫人喔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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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猜錯了 你要獎賞她 給她一個親吻吧 好 這很容易 夫妻應該可以舌吻了吧 沒事 幹嘛一定要弄到舌吻呢 就好看啊 真的嗎 對啊 OK啊 呃 呃什麼呃啊 其實你自己看人家舌吻的 你連孩子都有了 就能看到人家舌吻在那邊呃 因為看你舌吻不好看 對 因為你不是適合舌吻的人 那誰適合 那誰...應該是他啦 可能賀君翔 或者是郭品超內內的 我剛剛...我剛剛講都軟耶 這還滿感人的好不好 所以你當時看上你太太 你也有在注意她的胸部是不是 其實第一次看到她說胸部其實 因為她那時候的穿著 胸部並不是很明顯 所以是後來追到她之後 才想說賺到了 怎麼可以用賺到這個名詞來講 應該很說 比較健康的想法 對 好 我們讓兩位先就座 歡迎夫人來喔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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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同學剛剛講的是 她夫人的辯認的那個 是嘴巴小鼻子大對不對 對 嘴巴跟鼻子 因為她鼻子是很富貴的鼻子 真的 你一看到她 毛瞬妤來了 就很像毛瞬妤那個感覺 毛瞬妤鼻子不大啊 太太算不算漂亮 她很美喔 我只能這麼說啦 如果像毛瞬妤很漂亮啊 對啊 妳們結婚多久喔 她兩年多快三年 兩年多 然後送她先結多久 半...半年多 可是談戀愛呢 談戀愛也談很久嗎 談戀愛 談戀愛半年 那你們等於 就剛開始而已啊 怎麼認識的 怎麼認識的 她那個故事很奇妙啊 是一個記者 介紹人 只是記者介紹而已 所以那個記者有暗示說 她有一個空姐 親戚 很崇拜你嗎 她不是崇拜我 她就只是喜歡我們劇團 對 相聲而已 然後那個記者有告訴你說 她這個親戚是一個空姐嗎 有 有... 所以妳就是居心剖策 妳聽一個空姐 妳就給人家簽名的時候 就簽了一支 不能用這樣子去衡量 我們男人的心態 真的 她即使是清潔隊的 我們也會喜歡 鄧老師今天給一個 沒有見過面的粉絲簽名 上面還提了一句對聯 你會這麼貼心嗎 對聯啊 我可能會買一對對聯給她 如果今天是60歲的阿嬤 你也會提這段話嗎 會嗎 她那對聯還是照... 當然內容就會不一樣啦 你那個對聯是照你太太 那個時候... 她的名字寫錯 所以那個記者有告訴你說 我這個小朋友名字叫什麼 倒沒有耶 他就講說他叫小獅 小獅的那個對聯是什麼 小月般明亮 獅話般懂人 根本就是在拔馬子啊你 你一定有先看照片 才寫這個東西對不對 那個記者親戚是要撮合你跟宋先生嗎 我完全不知情耶 是事後他忽然拿一張簽名跳出來 然後就說 對方還有留電話跟E-mail 我說你騙我 這假的 我就覺得那是假的 可是你有曾經跟他招待過說 你希望認識宋先生嗎 沒有... 那他怎麼會那麼久 可是因為他們在泰國 其實生活滿... 就是除了每天飛之外 大概就是姐妹淘在一起 所以他們幾個好姐妹 放假的時候 都是看我們的相聲 真的太另類了 我沒有認識過少女 她們的休閒活動是看相聲的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對啊 我也沒有碰過呢 怎麼會 他可見的泰國生活真的很無聊 所以你萬萬沒想到 有一天你會跟他在一起嗎 對 從來沒有想到你 所以你愛他 是因為他會講相聲嗎 好像不是 那... 但我為什麼愛他 對 你為什麼 想一想 我知道需要很久的時間 你也有一點時間讓我想 想到你愛他什麼 這需要一段時間 請問你拿到他的那個 E-mail跟電話號碼之後 你就主動寫E-mail給他 E-mail其實通得很哩哩啦 就他來非常謝謝你 收到你的E-mail 在泰國 然後我們的這個... 非常感謝 謝謝你的相聲 帶給我們歡樂 那我就說 好 不客氣 希望有機會 我們演出你能來看 拜拜 那怎麼可能開始這樣 第一次約會怎麼開始 那麼就有一次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放假 要放假回來的時候 就我去接機好了 就那一陣子比較空 對 我去接機 那這就開始追了 對 所以很順利 就中間就一路順利的交往下去 中間有家人反對 可是後來也很順利 家人為什麼反對 因為覺得藝人是... 戲子啊 絕花心什麼的是不是 諸如此類啊 或者是你工作沒有保障 所以我覺得台灣藝人 就滿悲哀的 就是會蒙上一層這種 莫須有的陰影 其實像紹興你自己看看他 對不對 這麼優秀的一個藝人 相聲講得那麼好 長得又會俊美 對不對 會被人家冠上那種花心打掃 這個不公平啊 你難道沒有被冠上嗎 沒有呢 沒有 把他婦人請拐開 能不能夠控制他一下 你去幫他戴眼罩好不好 你安全嗎 幫他戴眼罩 可以... 這樣我小孩子幫你戴 你可以嗎 你不是在修佛嗎 我講真的 我想... 你彈什麼 我要這樣靠著 我是很會戴的 有 那個... 好...你把男主角牽過來吧 門打開了 我們歡迎三位秀測試的 愛開皇鄉的許亨 竟然要求以親臉的方式來巡妻 這種另類的巡妻 她會成功嗎 嘴巴給他可不可以親一下 好 但是我是覺得 盡量尺度不要太寬 你說女生的嘴巴親許亨一下嗎 可以嗎 你們可以嗎 親臉頰哪親得出嘴大小來啊 你覺得可以嗎 你覺得感覺得出來嗎 我是有點委屈的 但聽這邊臉頰齁 好 第一位要親囉 好 來 親一下 好 一號親了 好 第二位上去親一下 好 第二位親了 好 第三位去親一下 OK 三位都親過了 許亨 哪一個 可不可以這邊再來一次 不要 小孩子把他手拿去引導 他摸一下嘴的部位 嘴唇讓他摸嗎 嘴的部分 好 你現在要摸一號的嘴 好 你要控制住他的手 誰知道他手會摸到那裡去 有嗎 好 下一位的... 下一位的嘴唇 好 好 再來第三位 OK 好 許亨同學 這樣有線索了嗎 還是必須要摸鼻子呢 我看這樣子好不好 好 能不能從親再摸嘴巴再來一次 為什麼 那給你摸鼻子好不好 還是說你三位 你已經可以排除掉一位了 應該是最右... 最最後一位那位比較不像 那位要排除掉喔 對 比較不像 好 那摸一號二號鼻子好了 一號二號比較... 好 那我們把三號放在旁邊 好 這是第一位的鼻子 這麼一看就知道了 好 接下來是第二位的鼻子 第三位可不可以摸一下 好 OK 第三位可以摸一下嗎 奇怪 怎麼鼻子不太一樣 我老婆進來還是... 再讓你摸一次 好 再摸一次好 好 有感覺了吧 剛剛我摸的那是第一位還是第二位 剛剛那是二號 二號對不對 好 好 那現在該我猜了嗎 對 應該是二號 為什麼... 因為我把鼻子滿大 等一下 你跟一郎活 到底熟不熟嗎 這感覺好像我猜錯了 你剛剛是不是叫 哭在人家那種活 先把眼罩拿下來吧 愛好鼻子是我的鼻子 我對天巴士 我本來剛剛沒有講說 是不是你的鼻子 因為滿像的 你知道嗎 對 他們剛剛欺負你 你大概呢 輪到摸他鼻子之後 他就躲到旁邊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摸了兩次他的鼻子 對嘛 我就覺得奇怪 他那個鼻子比較小嘛 他的更不像 可是你很準 因為你一摸他們兩個的鼻子 你就說你太太沒有來 對不對 對 沒錯 然後後來我的鼻子 因為真的比較... 肉比較多一點 就硬選一個... 比較飽滿 所以沒有富貴比啊 所以不能算你錯 這... 對... 在徐亨事業中最低潮的時候 黃玉倫始終對他不理不棄 從此讓徐亨認定了 下輩子就是要與他一起度過啦 好 兩位小美女 不好意思虧待你們了 謝謝... 謝謝...不好意思... 所以他們的獎賞也是有蛇文嗎 不知道徐亨會出什麼下流招數啊 我們親耳朵好了 OK 要獎賞一下 很甜蜜啦 好... 好 歡迎夫人來了 請坐...謝謝 謝謝 好 兩位先生都通過測試了 這個其實還... 讓太太應該滿高興的 黃玉倫 她在家裡 沒有親過你耳朵嗎 很少 是誰的點子 要把小朋友放在你們兩個中間呢 剛開始是她 我覺得是她在躲避這個東西 她就故意硬放小孩 有可能 因為我的小孩子 你放在她的嬰兒床 她不會睡覺 她會一直... 一直要爬出來... 剛生出來哪會爬啊 不是... 她一定會問我說 對喔 剛生出來為什麼會爬 因為小孩子她放在那邊 她一個人孤單會哭 所以我就把它抱到中間 他們兩個的事情 好像是黃玉倫 去她的傳播公司做事耶 對 因為我那時候剛畢業 那那個... 她是在做幕後的那個製作公司 那剛好缺助理 我學姐就介紹我去 結果我去做第二天 我學姐就沒做了 所以是哪裡去頂替她的位子嗎 我不知道 她說她要上課 那妳第一眼看到 徐亨的時候感覺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嚴肅的大哥哥 真的 然後徐亨第一眼看到 這個女生的時候 有動型的感覺嗎 她進來我公司的時候 才差不多21歲嘛是不是 22歲 22歲而已 所以那時候我也沒有很注意她 可是她一直在注意我 我不曉得他注意我什麼是不是 是不是 我有很多男人的魅力還是... 你有在注意她嗎 沒有啊 你是老闆啊 聽說公司最後只剩下 你們兩個人對不對 那是後來 大陀 後來是什麼事 因為公司經營不散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大舉搬遷 那為什麼不... 那為什麼黃玉倫當時沒有走 對啊 已經愛上徐亨了對不對 應該是有一點點吧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大家都走了 我再走的話 那她可能會一直這樣子 沒信心或者是什麼 很孤單 對 只剩下你們兩個的時候 是不是會很狂野啊 沒有 我們沒有在辦公室 亂來過 沒有 只剩你們兩個什麼關係 只是有一次就是 互相的看對眼 然後就在那天晚上 就是剛好那天停電 而且停好久 然後那天停電怎麼辦呢 然後那個剛好... 剛剛好手電筒又沒有電 所以我們只有點蠟燭 那你要知道 在那種蠟燭的催情之下 女孩子不曉得為什麼 看起來特別漂亮 尤其男孩子看起來 真的帥到不行 所以就在那一剎那 大家互相看對了眼 然後呢 她就撲過來 人都沒話講 然後突然就看對 然後就兩個人一起撲嗎 還是... 差不多是這樣 就譬如說我們這樣子 譬如停電 手電筒沒電 點蠟燭 然後要點完以後 我跟妳講 怎麼可以有這麼美的女孩子 那個光影妳也知道 有修飾作用 OK 結果後來電來了 妳有立刻把它推開嗎 你怎麼講得那麼實在 會不會太殘忍 不會 開玩笑... 孫生花青 我知道喔 這個老闆最後連 我們唯一的員工的薪水 都付不出來 所以就嚇中狠昭 賺薪水對不對 沒有 他是... 對 你是做白宮耶 因為那時候公司有困難 可是那時候都沒Case了 還做什麼呢 還有Case 有啦 有Case 還是有Case 實際上那小Case 賺不了什麼錢 可是還是要繼續維持下去 你就是因為已經喜歡他 你才這樣陪著他嗎 所以後來也不在乎薪水了 反正他現在的錢 你當時哪能料到 他現在會賺這麼多 當時沒想那麼多啊 那這樣徐恨大哥 你這一輩子 你沒有那個權力亂搞了耶 因為你太太只要落下說 你當時苦的時候 誰在旁邊陪你 你就... 所以你看看 我才會跟他這麼久沒有心房 因為沒有機會亂搞 對不對 而且我也不能去外面亂搞 對不起 我自己良心 但是我又不能跟他亂搞 因為小孩子在中間 所以我們只好就停在那邊 還是說你對他 他已經是一種感氣了 我對他不是 已經生活到一種感恩的心態 我每次看他都感恩喔 我說感恩沒有衛生 義溫比較衛生的感恩 那那時候他在公司去裝憂鬱 還是會逗你開心 哪一種 沒有啊 也沒有裝憂鬱或開心 每天就是... 很緊繃 壓力很大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 你每天要高三點半 那種壓力很恐怖 有像這樣偶爾會說說笑什麼的嗎 沒有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 等工作的人 那這個... 這個談戀愛的過程很... 對啊 所以妳愛上他 他並沒有告訴過說 我要追妳 我愛妳之類的 沒有啊 所以他是一個很不浪漫的人 所以只是因為停電裡... 對啊 這個... 你那時候有賭桌 那時候看他會變巨星的心情嗎 我...我只是覺得說 我在他困難的時候陪著他這樣 等他好一點的時候 他就要離開了 對啊 你看 真的 多窮瑤 你有想說要離開 對啊 這一輩子讓我最感動的一個人 就是他 真的耶 在我這麼苦的時候 他一直陪著我走... 然後他曾經又跟我講過說 你現在那麼苦 我陪你 我一直... 我有問過他說 你為什麼在我這麼苦的時候 你都不離開我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你現在很苦 我不能離開你 但是有一天 當你好起來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我走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很好了 講這麼悲傷的話 我看到任何男人聽到這種... 這種這麼甜言蜜語的 這種夢幻式的詩句 對不對 有誰不動情 你好高招喔 對 真的 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聽起來像 就要輔導人家就業的機構耶 就是做好這樣子就做好 我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女孩子 他有沒有再補一些 譬如說你將來紅了 會有很多美艷的女生 在你身邊圍繞 他補得只有眼淚 對 那時候就滴了兩滴眼淚這樣 我就幫他擦掉 那你怎麼好意思對不起他 對 所以我這一輩子 就一定要好好照顧他 然後你家人都接納他嗎 剛開始一定不是說很贊成啊 OK 對啊 小詩 你是時候家人的反對 後來怎麼說服他們的 後來是小清他常常來陪我爸 要靠自己努力啊 你陪他爸做什麼 就請他來看我們演出嗎 還好我們演出多 對 對 場次也都不同 就請他來看 像哥講得真好 這樣 那麼再重要還一點 來的時候就盡量不要開黃腔 就弄一些欲教餘樂的笑話 都讓人家開心 所以如果是徐亨碰到岳父 岳父聽到他一直開黃腔 那可能就不啦 就是今天我跟徐哥倆合起來 那... 完蛋... 我們兩個如果一起的話 當初他就沒辦法跟我們 跟你在一起 好 我們今天呢 有安排一個活動 就是要試試看能不能夠 把兩位照他們的 理想中的女性 來改造他們的夫人 對 那宋先生麻煩你展示一下 你那個牌子 我看看你希望把太太改造成誰 好嗎 孫芸芸 現在最紅的太太耶 你看看徐亨的牌子好不好 來 徐亨牌子亮出來 那很為難你太太耶 等一下... 你不要為難她 好 牌子亮起來看看吧 我看的是普通的啦 不普通 這應該可以啦 這應該做得到了 你們兩個真的... 應該做得到 我覺得 不是... 太太要變成林志玲會不會 小洛說就是 把功夫交給造型師就好啊 宋少卿心中 最理想的老婆類型 竟然是貴婦孫芸芸 譚小師即將要進行大改造啦 而徐亨心中的理想老婆類型 則是名模林志玲 黃玉倫也將要進行大改造啦 他們兩個能夠成功的信仰變身嗎 所以徐亨 林志玲是隨便寫的 沒有幻想過她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 在台灣目前除了小S以外 最讓我覺得漂亮美艷動人 而且是真的甜姐兒就是林志玲 所以你是真心喜歡她嗎 其實我之前也很喜歡妳 她是人... 她是人氣有沒有加分 我覺得她很棒 她能夠這樣子 在最高峰的時候 然後結婚 然後有小孩 然後再回到螢幕 還可以再...再造一個巔峰 妳不簡單 所以我是內外兼具 妳相當棒 真的 而且妳有望夫運 所以如果她要來破壞妳的婚姻的話 她會成功 會成功 不是... 這個破壞的婚姻的話 很難啊 這個無間不測 你如果也走誠懇路線呢 那可能 那我會盡量讓我自己的事業 再失敗 然後盪到... 然後負在一千... 妳就一兩千萬 然後妳再來一次 我最近各式各樣的勾引法 你都很難動心是不是 我講真的 真的很難動心 因為我太太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一路陪我走來 那妳的太太 跟妳結婚後還做空姐嗎 沒有 是公司規定結了婚就不可以做嗎 沒有...他們可以... 他們... 太行的福利一直是很多眾家 航空公司裡面 她為什麼不繼續做空姐 我想可能也是她想... 全心全意的照顧這樣 對... 她其實是一個滿喜歡居家的 可是這樣不會無聊嗎 因為你總得出去工作啊 有 還是有 她還是有在公司上班 只是不飛了 換別的工作 對...換別的工作了 空姐是不是你小時候的幻想 原種之一 沒有耶 你沒有幻想過空姐 沒有嗎 不是 我小時候 是到後來才知道 你在家有沒有叫你太太 穿上空姐制服陪你扮演 她一直想玩 但是我...我死不根 為什麼 我們天天就已經在演戲了 你現在到時候 還要我再來演一個 我就已經那邊五四三二 好好看啊 今天非常開心 然後回到家以後 你還要... 有看過這個小壞蛋啊 有看什麼 我要看 我幹嘛 然後...對 她... 她也有一次問我 就喜不喜歡穿那種 北洋軍大帥的衣服 我說幹嘛 我說那應該阿亮最適合吧 還講台灣國語 我是大帥 小妞 我很不喜歡那個 她好可愛喔 當空情人員的 他們好像有一些奇特的習慣 比方說看到你丟的餐巾紙 她就會把它折好 對 有...有一些 對 她會這樣子 這是習慣性的動作 習慣性 對 她已經被習慣 那她跟你講話會不會像 在那個機艙座位這樣 蹲下來跟你講話 不會 OK 那倒不會 所以她沒有什麼空姐習慣 遺留在身上 倒還好 她其實是一個 很愛塞哀的一個人 那她會吃醋嗎 非常會 非常會 哪些事情會讓她吃醋 不用哪些事情 只要... 只要我多看CD一眼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真的 對... 所以剛剛那樣 如果你沒有猜中是她 然後猜了別的模特兒 她會吃醋嗎 那就是請工作人員 到時候再打電話給我 我再偷偷講給工作人員聽 就好 就是...就會有事情發生 所以你可以跟她講說 哪一個女生漂亮嗎 這只能她先提啊 不能我先提啊 對 所以我永遠都是 她說你認為林志玲... 孫芸... 她說漂亮 你可以跟著講兩句 她說那其實林志玲很好看 對喔 你的眼光其實... 你還不能... 你還不能答應的馬上說 對 她真的很漂亮 對... 她又不高興了 你幹嘛 講別的女孩子講那麼高興 講我都沒那麼高興 那你太太也會吃醋嗎 超愛吃醋的 開玩笑 她看起來不像是這種人耶 我剛剛是不想講她的 這個最大的缺點 我不想講 她是倒多over 相當over 像我去拍戲 有時候都跟女藝人 在那邊講話聊天什麼的 那我記得她的時候 還沒懷孕的時候 就常跟我去拍戲 她在看我在拍戲現場呢 如果她... 我看我跟那個女藝人 稍微多聊幾句的話 她就會把那個... 她那個手上的掌上型電腦 那個電的玩具 就直接這樣摔在地上 那我就知道她心情不太好 所以那段時間呢 這個摔在地上的機率很多 然後我就一直換... 常換心情 常換心的 所以她不會直接把你叫過去說 不要再跟她講話了 不會 她會瞪我 她這樣一直看 那我就... 對 你...怎麼樣好不好 出來這邊多久啊 她有時候陪我去拍戲的時候 我如果跟女藝人 多講幾句話她會幹嘛 跟我都沒什麼話講 跟她就有...那麼有精神啊 怎麼樣 諸如此類的常常有 我發覺她...她很愛吃醋耶 為什麼你們有一段時間 是把太太隱藏為助理 不告訴任何人她是你太太 還是表妹還是什麼 為什麼那一陣子要這樣 我那時候是公正結婚 我沒有去辦喜酒宴客 所以我想說既然已經沒有公開 那就是先不要去... 去告訴人家說 這個是我的太太 那她也願意喔 她願意喔 我們就是有協議好 就先不要講 她有沒有一直吵著說 什麼時候才可以讓我公開 每天吵 沒有...沒有啦 就是說... 我們是有講好就是 當時機成熟的時候 然後再來補請大家 孫華星的夫人呢 設定的目標是改造為孫芸芸 那...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當然沒有把握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旁邊的呢 是米亞老師還有博斯老師 他們分別負責 髮型跟服裝的部分 那改造的困難嗎 應該比學大手的簡單很多 應該是我太太的困難度 比較高吧 你太太還沒好 還在後面弄 還沒好 那一定的啦 對 我們先看看成果 然後呢再請老師講說 到底重點在哪裡 OK 到底康熙造型團隊能不能成功呢 咱們宋少卿心中 可是期待萬分啦 來 門打開吧 那這邊來站好 好 已經就定位囉 很快看 好 宋先生準備好了嗎 有娃就不錯了 準備好了 好 S把連子拉起來吧 好 到腰部這邊停一下 怎麼樣 目前為止怎麼樣 那感覺不錯嘛 目前為止頗優啊 你有沒有跟他平常差很多嗎 因為他平常比較沒有這樣子 都褲裝多一點 對... 好 來囉... 好 我看看有沒有造型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好 怎麼樣 這很少見吧 平常出去玩沒有漏乳溝嗎 好 比較少耶 好 看臉吧 來 S拉起來 我們歡迎孫雲小姐 你要怎麼樣 有漂亮嗎 有... 從宋少卿的臉上表情看來 就知道她多尬意老婆 這個性感貴婦的造型啦 有驚喜吧 你握手看什麼 你說你好 我第一次見到那時候 我第一次見到孫雲雲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非常榮幸 然後主持你的節目活動 來 你有沒有再次戀愛的感覺 出去玩應該會打扮成這樣吧 會不會 不會 真的嗎 你沒有穿過這樣嗎 穿著有 可是妝跟頭髮 我沒有辦法 不會那麼穩進 你把人家請出來 讓鏡頭拍一下 她的那個妝的重點 好 我們要請凱文老師來 幫我們講一下 剛才畫她為孫雲的時候 那個重點放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 她可以嘗試畫一點點 就是小煙燻的方法 你每次那麼煙燻 但是不一樣啊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眼型 跟煙燻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她今天有煙燻嗎 有 但是她是一點點的 妳覺得呢 我覺得很好看 對 有一些人的煙燻可能會覺得 就是好像很誇張 但是我沒有用很誇張的方式 我是利用有點像眼線的方式 然後把它柔和化 但是我睫毛 我也是只有放在尾巴而已 我沒有戴整褲 對 因為她的眼尾 有一點點垂垂的 所以我不很刻意 把它畫很粗的眼線 那徐大嫂後面應該加了一千數吧 你還在我間 那孫雲雲的髮型的重點是什麼 在髮型的重點 她的臉型是非常好看 所以有點不規則 不是非常刻意的 把她頭髮稍微收起來 那顧到頭型的話 她有點散落 其實她很有氣質 OK 衣服是孫雲雲的服裝風格 那孫雲雲她的一般穿著呢 其實就是甜美 但是她的甜美是那種華麗的甜美 所以我在洋裝上的選擇上 布料可能飽和度夠飽和 然後洋裝的剪裁是小性感的 因為她是 其實是性感的角色嘛 那重點 還有個重點 像孫雲雲她在飾品上面 她很重視 所以我在飾品上面呢 就幫她選擇了比較華麗一點 然後看起來也比較大氣 對 所以妳會鼓勵太太以後多穿這樣嗎 不會 可是 這樣就該我們吃醋了 可是先生會管太太 穿得太性感是不是 其實我比較不會啦 其實我比較不會 所以她出門如果 她愛怎麼穿就怎麼穿 肉 露乳溝都OK OK啊 好 牽妳的夫人去做好不好 我們也沒有少看過人家的乳溝 沒錯 不用看到乳溝會有這麼瘋 對啊 請坐... 小絲 妳檢不檢查她的E-mail 或者電話簡訊 E-mail不會 檢查不到 簡訊呢 簡訊就...碰運氣 有檢查過啦 其實剛剛講到這個電話 我說實在 現在我有痛恨3G 她會看妳在哪裡對不對 視訊 妳可以不要裝啊 但是我被逼一定要帶一個 視訊的電話 那隨時展示妳在什麼地方 我太太很聰明 她說 我隨時讓妳看看 我們女兒的動靜 你看 妳太太是溝舟 3G 真的是 她假若是真溝舟啊 視訊真的是... 怎麼...是誰發明的 其他的呢 會檢查她 今天出去的地方付錢的發票啊 什麼 刷卡紀錄這些 講到發票 這個發票 我說實在 所有全國的男性同胞們 你們這個發票 切記...一定要收好 要不然就是 如果妳有跟太太講說 我今天去拍戲在哪裡拍 如果萬一妳中間 有到別的地方去 跟朋友小聚一下 麻煩妳那個發票一定要丟掉 不然的話會變成證據 回去沒完沒了 她真的會看發票 真的... 然後很明顯就是下午4點03分 而且妳還說謊說 我今天去錄影 剛回來 沒去哪裡 真的沒去哪裡 那這張是哪裡 這個是真的 請大家千萬注意... 對不對 因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就連她這種不去看發票 她其實有時候滿大而化之的 都會發生狀況喔 對 我從來也沒想過 那就有一次我就排練完了 排練完以後呢 我就想說去...想要回家 但是中途我就轉一個地方 我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吃飯 然後她因為... 她現在在念研究所 然後想說她下課 我直接去接她 所以我在中途轉這個過程 我就在聯合報那邊的 我就買了一杯咖啡 買了一杯咖啡 跟那個...我真的餓了... 好 吃完了我就... 然後去朋友的那個餐廳 我又吃飯 吃完以後又去接她 結果回到家 回到家我就很...也是很自然 然後就逃出來 逃出來平常擺一桌上 然後我想 就那麼單一張發票 不是一疊 所以我就把那張發票拿 然後就丟在垃圾桶 結果...結果她就... 撿起來 對 她就撿起來 她說你為什麼中間 還會跑到星星 可是你怎麼會去垃圾桶撿發票呢 因為她的行跡滿可疑的 那一張發票 對 我剛才說沒有 可是那是特例 就是她在柔那個發票的過程當中 就是有點四下就是 張望那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在 就是離她還滿遠的地方 我說她為什麼要... 因為我感覺是沒有... 鬼鬼祟祟的 妳們那時候是在郊外是不是 還滿遠的地方 講得好像在郊外 一百公尺以外 四下無人 所以很可能只是一個... 一個很不經意的動作 然後這樣子丟 因為照理說發票你丟就丟 你不需要去費心 在那邊捲它或什麼的 她覺得很自信 我知道你的心態 你是為了怕引起麻煩 對 乾脆就把它丟掉 對 我告訴你下次在路上 馬上就丟掉 或者人家要給你... 不要...我發票不要了 我捐到那個發票箱裡面 就這樣子 OK 這個是真的 徐大嫂是好了嗎 好了嗎 許恆看起來也十分期待 老婆新的性感造型喔 她能夠成功的變身嗎 不錯... 漂亮耶 可見 從那個如蕾的掌聲可見一般的 怎麼變那麼高 是林志明嗎 漂亮 真的 真的假的 來 先來看看腿吧 不錯啊 怎麼樣 再高一點 大腰... OK 她的小腿本來就滿細的 我知道不錯 她平常不太會這樣穿嗎 平常好像比較沒有機會這樣穿 還說你已經很久沒有正眼看她了 也對 不是... 你不要讓我這樣回去 我實在...回不去了 好 S要搭胸... 要搭胸口喔 再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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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瘦... 不瘦... 就很多時間喔 真的不容易啊 而且還可以弄得好像... 滿有那回事的 真的 好 來 看臉囉... 太厲害了 這個... 是我太太嗎 正不正 這個太棒了 怎麼不正 還漂亮的啊 好漂亮喔 黃玉倫換上這身性感的裝扮之後 把咱們的徐恨看來都快要流鼻血啦 可以牽她嗎 當然喔 好漂亮喔 成功啊 這個是臭不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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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婆 所以你首先要感謝 就是後面這三位 對啊 謝謝 讓你留下這個美好的回憶 謝謝各位... 來 兩位到這邊來 我們讓老師講一下重點 所以化妝的部分 黃玉倫被你改造成林志玲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錄下一季耶 卸妝的單元 卸妝... 下很多功夫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沒有下很多的功夫耶 我覺得是在眼睛的眼神上 我只是幫他黏一個睫毛 然後 單一個顏色眼影這樣 讓他覺得眼睛比較亮 對 因為我之前我有問他 有沒有化妝的習慣 他說他完全不化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他化妝 我覺得滿漂亮 就很雅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雅的女生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到 化妝化得這麼好看過 OK 你會不會很想跟他講說 老婆化個妝吧 他好像從來不化妝耶 他都擦個口紅這樣子 你沒有柔性勸導他化嗎 對 我現在就勸導你化 他都用蠟燭光化妝 方便 他直接打光來修 但是實在真的化得好力 髮型呢 漂亮 髮型的部分因為 他的目標是像林志玲 那林志玲的感覺是比較 有點清純的氣息 那我覺得他本身就具有這個條件 那我只是把他的頭髮 因為他原本來的頭髮 直得有點離奇 就是燙直 燙得有點像鐵絲這樣 那個是不好的 對 就是那個太遲了 沒有一點變化 他反而把他的臉部的線條 都這樣切割 反而是長型 那現在有一點線條 他講的 我沒講 我如果覺得 不是今天髮型師提起直這件事 可能學生早就忘記 他太太的頭髮是直在那裡 你回家就立刻閉眼睛睡覺 你也覺得遲 對 所以做一點捲度 其實他整個人比較精神 那也比較有一點女性 對 米亞娜服裝 服裝部分 因為志玲她其實一直給人家 感覺是 林家女孩的感覺 然後感覺上是比較甜美 然後我在那個 徐太太的身上 有發現到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她其實有很純樸的氣質 然後 雖然說她的身材有點風雲 但是我覺得她的小腿還滿美的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 娃娃妝的粉色系的小洋裝 在她身上 那用簡單的飾品給她 就是平時不滑中取寵的方式 這樣子 謝謝 漂亮好多喔 她本來就很甜美 現在嗎 她喜歡現在這樣嗎 會不自在還是還滿高興 妳會想脫掉嗎 應該不會 那就穿著沒關係 我買給妳 好貼心喔 買給妳 妳會不會化得多 不然妳講 她待會兒就 妳不要穿那個太低也太低 妳也穿高一點 真的嗎 她會這樣管妳喔 我有這樣管妳過嗎 我有時候稍微穿低一點啊 去吃飯的時候 都快掉出來... 妳真的很愛管她耶 我的意思是說她低起來的時候 那個太爆了 這樣不太好 所以你不是會欣賞太太肉體的人喔 我會欣賞她 但有時候我穿了很短的褲子 妳還不知道 妳穿那麼短幹什麼 叫我穿長一點 可是妳去外面 妳穿那麼短幹嘛 對啊 我方便喔 她說我腿那麼粗 難看死了 穿長一點喔 所以妳喜歡她 現在這樣打扮一下的樣子 我覺得很好 那宋仙也喜歡夫人的樣子 OK 那根隊就叫他們兩個 就這樣子好了 對... 維持就要這樣 順便人也對不對 就不要回家 放到冰箭 就這樣 我覺得這樣滿好的 就這樣好了 好 那今天雖然改造成功喔 我們辛苦三位老師 謝謝你們 謝謝... 下次再來玩玩樂 謝謝... 謝謝...